好開心 上場我猜中的球膽0比1兼守名入球 不過就放在會員章子 所以會員的朋友就有福了 今場盲城對著阿仙奴的這場賽事 我也有點心意 想知道有什麼心意 大家就記得看下去 我是小白麗的阿仙奴球迷佩茲 雖然隔了四十一年才再踢歐女人 但維拉今個夏天大肆抗軍 所以回到英超 是足以搞定狼隊這些試球的主場 拿三分吧 大家好 今季我是充除看好維拉的茲琪 歡迎收看今集 麥波都J 歡迎你回來 茲琪 是呀 終於回來了 很開心 可以跟大家一起看英超 那你適應回到時差嗎 根本沒有時差 什麼叫睡不著 這個世界上睡不著 只要你夠累 就隨時都睡得著 包括現在 可以睡 隨時都可以睡 當然不用睡 你們曼聯這麼醒神 你知道嗎 我之前去了巴黎 我帶了曼聯波衣去巴黎 然後呢 沒有穿到 工作太忙了 真的不要穿好一點 然後這星期就立刻狂穿 是呀 半夜去歐尿 都要換回馬聯波衣才去歐尿 但這星期是多了馬聯球迷穿的 這個星期 這些跟我一樣 勝利球迷 怎麼都會的 有時都會見 阿里麥婆 阿仙奴球迷也有穿的 幾何我支持自己球隊 這個星期之後還穿不穿 波衣 我只想說 我們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剛剛上輪就贏了二次 但周中也有歐聯 連續三天穿黑 接下來就要穿黑萬城 其實阿仙奴都幾慘 阿仙奴很慘 我覺得 眼野如果 這個叫做聯賽組段 搞定了的話 開了頭 又打壓到對手的氣勢 哇 還不拿冠軍 哇 其實是這樣說的 我都認同你剛剛的看法 就是眼野 很多時候 尤其是我們現在沒有了 上場沒有了 淮詩沒有了奧迪哥特 仍然都可以獲得三分 其實對我們來說 那個士氣的狀況都幾大 士氣上當然有幫助 不過主要都 另一邊的雙港 二次就不是聖神的 他們主場 但感覺上比較黏 加上我和阿維都說過 基本上都不是很破到密集 這支球隊雖然全攻營 很多進攻點 散飯都好像有 但就是不能夠把皮球放入籠袋 反反都有 但是搞不定 沒有了阿凡的阿仙奴 反反都有 是我們 有反反 這場有反反 但就是作客 暫時兩隊都是聯賽榜 第一和第二 盲城順風順水 特別是阿夏山 好三晚 四場球入了多少球 九球 九球 平均是2.25球 暫時是無英招球隊 好像入多過九球 一個人已經領先了其他十九隊球的總入球 即是每一隊球的入球數字 他一個人是一隊球 但阿仙奴的防守也很厲害 目前四輪後只失了一球 其實我真的沒有想過 現在看的阿仙奴會是這樣 可能我十多年前看球 那時候你三四歲左右 對 即是一歲半 每計半 即是在擔奶嘴 看阿仙奴 現在就可以吃飯 那段時間看阿仙奴 都覺得他們有些是有前無後 或者只是一個傳聞字 只是華麗 好像沒有什麼內涵 內涵是有的 是嗎 是很鹹 這個我就知道 所以我覺得阿仙奴最大的改變 除了就是這個防守之外 應該是死球 我們也有說 其實上場就完全展現了這兩件事出來 今季連續這幾年 我們都有稱讚我們的死球專家組法 他在任內的阿迪達 就在曼城掛角這個死球專家回來 亦都是為我們造就42球的死球入球 所以我覺得他居公子偉 對於阿仙奴來說 死球上的改變 無論防守還是進攻 都是先後在上季和今季殺了熱詞 但是在這一輪 死球的防守 未必太用得著 但是死球的進攻 就非常之關鍵 佳欣萬成都出名 防守雖然都很厲害 但是配不得上華麗的進攻線 即落差比較大 並且經常面對相對較弱的隊伍 都會失去死球 所以可能就是這樣 即是較弱的隊伍 即是較弱的隊伍 我們死球 較不較弱 過去幾季來說 都唯有說是較弱的 另外十九隊對著萬成 有哪一隊不是較弱的 因為我們上季之所以 可以不敗地對著萬成 其實某程度上 都是要打回一個underdog 即是我們都要做較弱的一隊 上場其實比較好的位置 可能真的沒有懷孔 我們哥特 在作客的情況之下 阿迪達一定是要縮後來打 看到其實上半場 基本上 整條後防線 就縮到我們禁區內的位置 托沙基本上 只是在後防才看到他 所以很好看 真的不習慣 但是上場也是用了天馬 這些都是防守協防型 比較強的球員 所以上場大家都可能會 就是把握力 又或者死去不全 做得比較不好之外 其實他的防守能力 都幫了整隊球隊的感密度 導致熱刺真是比較難入球 所以上場我覺得 如果要贊的話 真的一定要整隊贊 整隊贊的這副環節 我覺得面對著萬成 都絕對是用得著的 說到萬成功力很強勁 其實老老豆豆 主要都是夏蘭特一個人 特別是 老老豆豆 你會說 都是整隊差給他 但是明顯地 夏蘭特面對著一些較弱的防線 他的囤治力 就會出現得很明顯 身位 壓住來吃 就是憑天賦條件 已經可以解決絕大部分的問題 但是面對著一些更強的防線 其實在英超也好 在第一季 在英超也好 對著一些更強的防守 不是每次都可以很順地 數到你一兩球 兩三球 我覺得阿仙奴是有辦法 可以停止夏蘭特的入球走勢 真的 是啊 可以不可以 只是他 沙利巴守住他 其他人還可以入球 就能停止夏蘭特一個 但是奇遲光那些 很慘 但是其實上季是夏蘭特 比其他隊受勝了 前一季就好像他剛剛來 很鎮定 但第二季大家都好像 有少少看透了他 守得住 但是到第三季的頭四場 基本上他入了九球球 我想大家都非常差 好像已經破了朗尼 頭四輪入了八球球的幾度 他已經九球了 所以對於這麽強勁的中鋒來說 我覺得今場我們面對他 都一定要守住他 但是都要很難去守住其他攻擊線 但是我覺得阿仙奴商場 在二次身上做了一次的展示 希望今場 當然我覺得蘭城的攻擊力更加銳利 可能他在把握力方面 會把握得更好 所以怎樣都好 我覺得他們今場都會採用一個 像上季一樣 製作翻版 上場得以此 可以守住一半空間位置 加上失去空間 導致其他球員都很難進攻 我覺得今場也是 整體上的防守 尤其是作客 希望在萬城的主場 先守得禍 其實今場賽季 你說萬城和阿仙奴兩隊 整體的架構和上季 其實不算有很大的分別 因為該花的錢 其實在早一兩三個月都已經陸續續花 這兩隊球 被人被握 好像在告一百一十五條 這些事情就慢慢玩 這是球場以外的事情 但你說球場內的球員名單 其實真的沒有太大的變化 阿仙奴若採用上季同一個態度 上季三次對賽 有兩次都是手和 不是手死了萬城 萬城是不能進球的 所以唯一我會認為 關鍵點 仍然都是在夏蘭特道 看看他的狀態是真正的 或是剛才所說 就是欺負一些小孩子 其實是水腫的 是假的 是欺負小孩子的 就是牙毛那種 還是真的有了道 令到阿仙奴要放 不止沙利巴一個人去記錄他 如果一個沙利巴就可以中和到夏蘭特 我看好阿仙奴未必失球 如果中和不到 就需要一球 我想不像沙利巴 我覺得如果今場 阿仙奴應該會爬大巴 即整個城巴隊在這裡 我跟你說 一定要守住他 我覺得是這個感覺 巴士的 總是要說城巴 是要黃色的 是因為萬城的巴 我擺放了萬城的巴 大巴大巴 所以我都是看整體入煲未必多 我的主要心水是 入煲未必多 我也會這樣想 但也要講講我比數 始終是一場大支 我覺得你和我會好似 我覺得是0比0 0、0 或者1、1 是否刺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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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覺得 會是 萬城 就不能入球 然後就是看阿仙奴 反擊如何 因為沒有了奧迪加特 之後 其實很難說你在陣地戰 還可以用著球 慢慢找機會去做 都是靠跑 因為是下降 所以我覺得 是0,0 或者0,1 反過來 就是看萬城 是攻不穿阿仙奴 所以就是0,0 或者0,1 阿仙奴 不過上場 也可以注意 佐真奴 其實佐真奴 其實佐真奴 這些直線穿透 都有 幾次打反擊之下 其實都可以讓馬天尼尼 或者托沙 給直線進去 但今場 還是可以出回 所以佐真奴 這個技術 可能未必會洗出來 可能會後尾上陣 或者未必正選 就是這樣說 那懷斯 能不能夠做到這個穿透性 我覺得他在死球上 可能的貢獻會更加多 又或者是上落 那個跑動性 懷斯是會做得比較舊 我覺得有懷斯 都叫做 在防線上 都可以幫到手 絕對幫到 看看他今場的活動範圍 當然你說賽前制 還是戰術 想懷斯在哪些區域出現 就肯定想了 但是都要看實際賽事進行中的情況 如果曼誠 不斷插著球 左撇右撇 左撇右撇 的話 那你懷斯 都是要收回來自己三撇線前面 去做多些的補位 做多些的掃蕩 所以懷斯 我覺得並不是一個分勝負的關鍵 他都是因應曼誠的勢 就是他去調整自己的工作任務 最重要就是看沙烈巴 沙烈巴守得住夏蘭達 這場球就沒事 就坐和望贏了 成巴 成巴 這個就先猜到這麼多 我們休息一會 稍後還有另一隊 都會出戰歐聯的球隊 咦?KK 我喜歡搞會員制 是?那我們要做什麼? 不知道啊 我想要拍多些影片吧 但是KK 你是車路士女神 當然多人看 我拍片 會不會沒有人看的 整班阿仙奴求迷你怕什麼 你大多人看 還敢說? 不過不要緊 我們這麼多主持 應該有很多東西看 沒錯 還要多些人裝會員 我們多些資源 請多些主持 做多些不同的影片 聽說 還好像很多倫理會加入我們 到時我們夠多人 就可以搞個大型的看球派對 嘩正啊 快點吧 加入會員 怎樣做 這裡 你也要 快點吧 繼續來到第二節 剛剛說了 是另一隊 都會踢歐聯賽的球隊 士東維 其實這季有個開局挺好 即是輸的一場 非戰之敘 便利著這麼厲害的對手 他輸給哪一隊 輸給阿仙奴 對著強隊 你又覺得挺對的 對著強隊 沒有分數落袋 很合理 四場坡有三分 四場坡有三場 勝仗有九分 已經是很好的表現 其實我覺得 阿士東維拉 在今季是有點害怕的地方 為什麼呢 因為有勾戰 上季我們也看到 劉卡索要夾斷兩條戰線 對他們來說是挺有力的 而阿士東維拉 這個位置是比較害怕的 就是這個 對著阿仙奴 我們也有說 其實他們是主場 我們自己很害怕他們 因為在上季連續兩場 都被對方雙殺 而是非常重要的 在重要關頭 我們就沒有了爭罐的權利 所以對他們來說 跨幅了一個傷口 過了一個深窩 對 有一個深窩 所以今季 我真的看好阿仙奴 是拿這個冠軍 但現在是阿士東維拉 三十八場聯賽不敗 夠了 面對著萬成作客 都全取三分 這些就是剛才的警察 夠了 夠了 回到維拉 但相對我沒有那麼擔心 今季的維拉 如果真的要對比上季的劉卡索的話 因為他們是肯花錢的 並且找來的人 亦都慢慢見到 是有它的效果 當然 賽季剛剛開始 大家都苦舌兵圓充足 除了萬聯那些傻仔球隊 雖然永遠都一件又一件之外 壽司 是有一件 一件又一件 一件又一件 其實維拉這一刻的陣容 是有足夠深度的 是 以及貴錯 那些歐戰的後遺症 就沒有那麼快會出現 並且其實今個禮拜 他也算是比較早就踢這個歐聯 所以回到聯賽 體力上是不應該有任何的困擾 大家沒有聽過周中 周發言是足球的人 才懂得周中這詞 不是 看電視的都懂 看綜藝節目都懂 美女廚房 吃都入職 哈哈 周中師傅你不是不知道嗎 周中很奇怪嗎 我暴露年齡 不是 因為我發現是 我跟女生朋友說周中 誰是周中 你十年前 擔住喊嘴看球 然後就 就看周中 十二三年前 就在媽媽的肚子上 胎教看美女廚房 哈哈 說得好 但是回來 說回循環 在人員調配上 真的沒有太大困擾 是被人傷了或出不到 有少許削弱 就是黑豹敗利 也有明師 其餘的會否有極大影響 例如卡馬拉 未必很傷到他們的陣容 都不是全對的主力 明師都已經 所以我都覺得 秘利的位置是比較難去搞的 但是因為 屈堅師似乎 在上場上 大家都看到 上回歷後 對著阿仙奴的時候 其實看到他有幾球 是沒有以前那種刺激 不過近兩場 對著剛剛的愛華頓 在先失糧球之下 仍然有那個陰性 是追犯三球 所以我覺得 阿仙奴維拉 我都會給你 這個 投育信心的一票 給愛瑪利 我可不可以 稍微扯遠一點 你覺得這一刻 的屈堅師 是否已經 好過曾經 長期效力熱刺的 Harrie Kane 更加踢這個 國家隊的 正選前鋒位 我覺得現在 他們兩個的位置 以及 角色公共不同 因為Harrie Kane 是墮後一點 去派牌 但是因為 英格蘭本身 球隊裡面 很多天都能派牌 所以 是不應該失敗 那麼多中場 就是不用墮後 那個問題 就是之前都說過 但是 有些純中風 或前風的感覺 在禁區內 禁區之湖 去等球 去入球 那個侵略性很高 所以我覺得 阿仙奴維拉 繼續不敢買他 等留住他 其實都是一大殺雀 留住他等升值 是啊 然後等 那邊 夏威斯 沒有什麼 四門鞋 又不見了之後 就過檔 他保持著 他進入了 英超第一球 入球 那就OK了 這個球櫃 就已經合價了 因為我覺得 他是融入了我們的體系 OK 又回來 這場 忍不住 就是這樣說 但是 維拉 你說他多了一條戰線 剛才分析過 體力上 和這一刻 陣容 深度上 是不會夠成任何影響 然後你看一下 狼隊 其實 對球的韌力不夠 永遠都是有機會做到攻勢 甚至是取了入球 但永遠都賣不到齋 這個就是 刮狼頭 刮狼頭 現在暗地裡也是一隻純情小羔羊 是的 那一類 那些海綿 什麼海綿 不是海綿 藥毛 藥毛 不知道為什麼說了海綿 什麼 好奇怪 不知道你為什麼會想到海綿 塞些什麼 大家可以留言 幫佩茲 幫我塞些東西 就是塞一個洞 對 這個洞 這集真是不得了 大家盡情留言 看看我能否引到佩茲 這本場是會覆蓋的 浪隊 我覺得這一場都不利 你說主場面對柳卡素領先左 都比這個 其實進攻能力不算是非常之強的柳卡素 都可以在下半場扭轉這個局勢 本來是贏就變成輸 浪隊 這個球櫃就因來開得不好 二來都已經暴露出 無論在球員的個人能力上 又或者是整隊球的心態上 都是有不足之處 因為上場我們都和阿維探討過 劉卡素對著浪隊的場 亦都覺得浪隊是跌跌的 無論在金國鑽莓窗的買人買賣 或者他們落到場的陣式 以及頭四場 我們都看到他們只得到一分 所以那個狀態也好 或者他們的實力也好 其實今季都有點削弱了 加上看到他們不能拍到彌圖之後 這個打擊是最大的 邊線上的侵略性 其實都基本上沒有了 但是我們都說 前線可能靠黃喜燦 跟下這幾個球員去做 英文是跟下的 你叫什麼 不知道 都是那類 豬還是跟 豬下 不知道 都是CUN都跟得下 你們跟下 盡量跟下 所以狼隊的前線 其實也有一點點看球 可以看到球員可以入球 但好像剛剛即期所說 後防那件事 我覺得真的不太看可 而阿士東維拉 上季我們看得出他們的 親密性很快等等 但其實今季的後防都差一點 但是拍奧托尼斯 其實那個狀態是OK的 一對中堅 我覺得狀態是可以 但是又沒有去到最合適 所以我自己會看今場 大家都會更多入球 更多入球 更多入球 剛才曼城阿士奴 我們最一致的看法 就是入球必多 但是這一場 我也同意 特別是狼隊調校防線 完全是不會令人有信心 你想想 他們進攻的環 剛才佩茲分析了 有一些 包括這個 什麼 跟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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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等的球員 還有拿臣的球員 是有一定入球能力 四輪之後 球隊都入了四球球 都只是僅僅差過曼聯一球 未必是太差的攻擊能力 你們有曼聯來做指標嗎 曼聯現在就是中游 但真的 第十 第十 剛剛就是中游班 就是分隔大家 對 很面的 很面的 是嗎 我們都很面的 很面 但是這個狼隊的防守能力 真的是頑固 現在四輪之後 失了十一球 僅次於一分都沒有排在 第二十的愛華頓 愛華頓又失了十三球 所以你說 你說阿士東維拉 未必已經很上力 但是對面真的很好吃 所以這一場 不單止 這是什麼肉 這麼好吃 什麼肉 你說 是羊毛 還是刊棉 總之 放進洞裡 總之這一場 我們看好大比數交易 並且 是贏得非常唱快 我都認同 拿狼狗來出出氣 我都認同 有些火都出出去 阿士東維拉的周中 其實都是年輕人 我覺得流放和剛才說的版特深度 都足夠應付到 我都很欣賞阿士東維拉 今季那個 前線幾位球員 其實都有自己的能力 帶到球場前 還有感覺都是對版 泰利文斯上場 就有少少包了原位 但是在進攻上 其實他沒有什麼問題 都是分到球 而羅喳士 也是我其中一個很喜歡的球員 他也是有盆紐的技術 還有個人技術 可以達到錢 亦都可以給到球屈堅斯去殺 所以 都是那句 對他們的攻擊力 是完全沒有質疑 我覺得 杜蘭 烏拉拉 以及屈堅斯 這三個球員 都很有機會 在狼隊身上取得入球 剛剛 這個阿士東維拉 在頭幾輪 都是這三位 已經是入了 多治亞特州 不止一球 面對狼隊 是時候再數數虎 整隊球的士氣再提升一下 絕對不會說 接下來有歐戰 之後可能又有聯賽杯 不需要你那些流放 有足夠體力 有足夠板凳深度去應付 對著狼隊 大炒一場 是看後方會不會失一球 我又保守一點點 你猜多少 覺得會失一球 3-1 就略險保守 4-1 也都相對合理 4-1 我猜 我也猜大數字 反而想猜3-2和3-1 3-2 3-2 狼隊進入那麼多球 我猜 就是跟一下 雖然阿士東維拉 雖然他上場應該受到一些 叫做 教訓 對著愛華頓 可以先失內球之下 但 的確 有時候 我覺得阿士東維拉 是有點實運的狀態 他還未完全在防守上做得最好 所以我自己會稍稍 多一球 但我絕對支持過大 大 對 最好就是大 那些人沒有什麼 就最想有什麼 要大一點 再整理一下 阿士東維拉 狼隊 很大 很大 大成這樣 但大成怎樣 我們還有一些更加獨特的分析 大家要在會員章節才可以看 會員章節 我們好像說會 做足球會 足球會 開發之中 大家單單看到佩茲 今天這個服裝 就知道是有搞作 有什麼搞作 你等人看會員章節便知道 怎樣才可以看會員章節 入會 入會 還有沒有說 沒有了 今集時間來到這裡 大家會員章節見 拜拜 好 好